女性HPV初期症状有哪些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恩蒂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陕西省妇幼保健院 妇科主人医师 HPV是一种病毒 在有性生活的妇女都可能感染这种病毒 年轻的妇女抵抗力比较强 她本身有个清除的能力 往往在半年到一年左右 她自身就清除了 所以我们这里一旦查出来的养胸 也没有必要就是那么紧张 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个进步的检查 再做个细胞学 必要的时候做个引导症 她在早期感染 她只是一个病毒感染 她没有什么临床症状 往往是共享癌塞杀的时候 就是检验发现的 她可以没啥症状 除非她就是HPV持续感染了 引起了细胞变化了 我们就是她到癌了 那这时候可能出现一下 就是接触性出血压 淋漓不淡的出血压 这一类的症状 她早期应该没有什么症状 很久不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